嗨,大家好 我做up主已经快有一年了 最近更新的很频繁 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就是我的视频为什么没人看 因为这个我就在知乎上搜相关的问题 并且在有一些问题上做了回答 一方面就是排解心中的苦闷 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加曝光度 还有小伙伴评论我 他是这么说的 我看你的质量挺高的 居然才十几播放量想哭 虽然这是一句夸奖的话 但听起来好心酸啊 我也想过很多方式来增加播放量 比如标题档或者蹭热度 但是这并不是长久之计啊 有些人是因为这个内容或者话题原因 才来看你的视频的 但是之后每发一次视频就掉一次粉 那样多可怕啊 因为他并不是喜欢你这个up主 而是当时你的标题或者是话题吸引了他 才来点的关注 我觉得做视频博主并不是一个付出就有回报的事 我刚开始做了一期空评计 大概不到一周就有上千的播放量 而且当时说话都不是很利索 现在呢视频做的越来越多 每隔两三天就更新一次 播放量才十几 真的不夸张 而且越来越少 对了我之前靠搬月视频 然后积累了一定的播放量 后来到了十万以后 我就申请了激励计划 然后这就是乐梦的开始 后来我觉得我的账号被限流了 我就在网上搜了大量的功课 自从你加入激励计划以后呢 B站就不会再向路人推荐你的视频了 所以呢 你的视频的播放量完全来自于你的关注者 而且更气人的一点是 你的关注者并不会收到你发送新视频的状态 意味着他只能通过刷新你的主页才会看得到 可是我的关注者 有的人可能是因为我搬运的视频感兴趣才来关注的 再说有多少关注者会那么爱你 还会经常刷新你的主页来看你最近更新了没有 后来一气之下我就把激励计划给退出了 而且现在激励计划已经没有了 已经变成电磁力了 我想我与其赚个那个几毛钱 还不如开来试试多涨几个粉 多增加点播放量 而且我当时做温客的时候看到 有的说限流是终身的 也有的说限流以后一个月就恢复了 我不知道我们拭目以待 我只能通过自己来做实验了 后来我看到一个比较靠谱的说法 就是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限流 而是让你有一种限流的感受 就是如果原来在新手区没加入GV计划之前呢 是在一个池子里 然后呢那种大UP主是在另一个池子里 你虽然在这个新手区算是视频质量做的不错了 但是在大的UP主那边的话算视频质量做的比较差了 然后就会让你导致感觉上会有限流的这种感受 好吧 就当你说的对了 姑且这么相信吧 不过也可能我这期视频还是没有人看 哈哈